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最强外脑汇责家乡人民 助力汕头打造区域医疗高地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五 农历9月16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一起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0月17号下午 我是召开两大盛会冲刺动员大会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 视察汕头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部署筹办冲刺阶段工作 动员全市广大干部 继续保持满格状态 迅速拿出冲锋姿态 全力以赴办好一届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 市委书记温战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政协主席邱一辉出席会议 市委副书记赖小卫主持会议 并通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温战斌指出 两大盛会是近年来 我是举办的人数最多 会期最长 代表性最广泛的国际盛会 自2022年获得主办成以来 我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根据新的实际 做好乔的文章的重要指示 高位谋划推动 积极争取支持 广泛联络相议 策划特色活动 提升城市品质 强化宣传报道 推动筹备工作 有力有序开展 取得扎实成效 温战斌强调 要在牢记主 托加压奋进上 持续发力 将办好两大盛会 作为坚持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的 实际行动 作为展示 百年桥乡新气象 特区建设新成效的 最好舞台 作为衡量 汕头干部作风 和能力水平的 大战大考 切实增强办好 两大盛会的政治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 以最高标准 最实作风 组织好 执行好 各项筹办任务 为全球 潮人同胞 奉献一届 合作共赢的 经济盛会 寻根圆梦的 文化盛会 心火相传的 青春盛会 互助共享的 团结盛会 温战斌要求 要在精益求精 尽善尽美上 持续发力 确保重大活动 更加严密细致 经贸合作 更加深入务实 服务保障 更加体贴周到 宣传氛围 更加浓厚热烈 力争把两大盛会 扮出特色 扮出水平 扮出成效 要在高效统筹 全速推进上 持续发力 建立更加高效的 指挥体系和运行机制 全方位 锻炼提升干部 综合素质 激发汇聚起 全民参与的 磅礴力量 确保两大盛会 完美落地 圆满收官 把新时代乔的文章 书写得更加绚丽 为助劳 华侨华人 跟魂梦 服务共建 一带一路 贡献汕头力量 是领导黄果 叶贤 张建果 参加会议 在全球潮人的 桥手以判中 两大盛会 进入倒计时 一个月的冲刺阶段 四年前的金秋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汕头时的 因因嘱托 特别是 要根据新的实际 做好桥的文章的 重要指示 汕头干部群众 铭记于心 奋进在新征程上 汕头秉承 一代代特区建设者 敢闯敢示的豪迈激情 将桥乡优势 切实转化为发展动能 以城市日新月异的精彩 叠变 向全球潮级相亲 发出最诚挚热烈之腰 潮距向善 桥一直是 汕头最具优势 最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获得主办权以来 这座海滨之城 以高水平筹办两大盛会为契机 积极探索 以桥为桥 共享机遇 共谋发展新模式 全方位 引桥资 汇桥至 聚桥利 演绎一段段 海内外乡亲 与家乡人民 双向奔赴的佳话 谱写一曲曲 海内外游子 与祖国家乡 同频共振的乐章 奋力闯出一条 有新时代乔特色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 两年叙事 只待今朝 冲刺的号角已经吹响 汕头全市上下 将以最好的准备 最佳的状态 最高的标准 力争把两大盛会 办成独具特色的 经济盛会 文化盛会 青春盛会 团结盛会 全力展示 百年桥乡新气象 特区建设新成效 助劳华侨华人 跟魂梦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 备受海内外 潮人关注的两大盛会 进入一个月倒计时 记者获悉 9月初 我是在数字虚拟 潮汕家园平台 分批启动两大盛会 成员单位 个人嘉宾邀请工作 引起海内外潮人 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踊跃参与 报名活动持续火热 截至10月17号 已收到全球六大洲 35个国家和地区 263个社团 商会 组织及机构 共2121名嘉宾的 报名信息 目前 两大盛会各项筹办工作 已进入冲刺阶段 计划邀请参会嘉宾 约2500人 2022年 我是获得两大盛会主办权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我是两大盛会筹办工作 落实省有关部门 全力协助 两年来 市委市政府 把筹办两大盛会 作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 视察汕头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的 重要举措 认真履行申办承诺 围绕经济 文化 青春团结 四大主线 即全市之力 高水平 高标准 高质量 筹办各项活动 全力筹办一届 不一样的盛会 两大盛会 让海内外潮人 心连心 情更浓 我是认真谋划 两大盛会特色活动 包括开闭幕式 欢迎宴会 以及百千万工程 成果展示项目签约 和捐赠仪式 系列文化活动 和现场参观考察等 为深度挖掘 潮汕文化内涵 两大盛会将谋话举办 国际潮学报告会 潮剧舞剧展演 潮乐交响音乐会 潮汕特色庙会等文化活动 推动桥皮 英格舞 潮剧等潮汕文化走出去 回去有一个演讲 所以现在开始要准备了 很大的活动 也要想讲的有意思的一点 在山头11月份的两大盛会 我们太罗进出考商会 非常支持 也非常热情的参加 今年的商业份 我带了总共60个人的代表团 到我们潮汕三次访问 从世界的潮汕人 到我们山头来参加这个盛会 对山头的经济化方面的华掌 更盛起来 我们也专门召开了一些内部的一些交流 包括选职派舱会的人员 我们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 我们很高兴能够参加 这个在山头举办这两个盛会 这一次山头召开这两个会 我本人就监了300万 本职对家乡支持 希望我们家乡会一来一好 这星期很激动 很高兴 11月18号山头见 盛会举办在即 我是各界热切期盼 海内外乡亲团聚汕头 共襄盛举 热烈欢迎参加 两大盛会的海内外嘉宾 汕头欢迎您 天下一家朝向未来 话好同心员 共建百千万 汇聚潮力量 共援中国梦 汇聚潮力量 共援中国梦 元湘有约 相聚汕头 汕头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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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人民医院成立 即汕头市疾控中心新职启用仪式 在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举行 市委书记温战斌 潮一智库总召集人林曙光 省医院协会会长黄丽出席活动并致辞 副市长李昭主持活动 汕头市人民医院 游市第二人民医院与市第三人民医院整合组建成立 填补了我市乃至粤东地区公共卫生临床机构设置的空白 将有效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指挥能力 传染病疫情监测检测及集中诊治能力 为我是打造区域医疗高地提供坚强支撑 温战斌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市人民医院的正式成立和市疾控中心心指的投入使用表示祝贺 他指出 市人民医院的成立和市疾控中心心指的启用 是事关全市人民健康福祉的一件大事喜事 标志者我是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疾病防控方面跨上了新台阶 市人民医院和市疾控中心要坚持对标先进打造医流 坚持三位一体屏占结合 坚持公益导向创新发展 打造越东高水平医院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加速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 不断提升全市医疗服务水平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医疗健康需求 林曙光指出 近年来 汕头市委市政府坚持高位推动 凝聚多方力量 统筹各种资源 在卫生服务能力提升 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人才培养引进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潮一智库将以汕头市人民医院的成立和市疾控中心心指的启用为契机 继续发挥智力密集 人才密集的优势 全心全意 支持家乡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黄利指出 汕头市人民医院的成立 将为汕头乃至越东地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医疗服务 省医院协会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携手汕头市人民医院深入开展更多跨学科多形式的合作 共同为越东地区医疗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启用仪式上 还举行汕头市人民医院特品专家签约仪式 和医院高质量发展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省疾控中心党委副书记詹建香 市领导陈伟波蔡荣 中国卫生健康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齐玉台 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胡大一 潮一智库和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等参加活动 近年来 我是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坚持高位谋划 凝聚多方力量 于2023年成立潮一智库 联络引导在外潮级专家来善帮扶合作 为越东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搭建技术帮助和相关支持的高层次平台 目前也有165位知名在外潮级医学专家登记入库 52个帮扶合作项目签订落地 举办14场高层次学术会议 100多人次的智库专家 道善开展帮扶合作活动 助力汕头打造区域医疗高地 近期 汕头市中医药文化服务 即健康夜市接连在小公园和城海澳飞市民广场举办 省市民医在热闹的夜市中化身摊主 为群众把麦问诊 其中就有不少潮一智库的专家成员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这样一个大型的广场活动 有利一些放置或者老百姓 来这里跟一些医护人员 直接的面对面交流 那么后接下去的话 我们会从专业的角度 跟这边的同行 多点的做一些学术上的交流跟互动 2023年 市委提出动员在外潮级医学专家 支持家乡建设的倡议 迅速得到积极响应 一年多来 全球的潮汕级医学界精英 纷纷回到家乡 以守护群众健康为出发点 以家乡情感为连结 发挥自身优势 从技术和项目各方面支持家乡 推动汕头医院与省部署医院开展合作 助力把汕头医疗打造成亮丽的城市名片 如今 无论是三甲医院的医疗学术会议 还是服务基层群众的疫诊活动 都能见到潮一天团的身影 随着潮一天团走遍我市各区县 优质医疗服务也持续向基层延伸 在南澳县 潮一智库与南澳县一共体总医院 签订县域帮扶合作项目 在三年的帮扶周期内 加快构建潮一智库与南澳县一共体总医院 联动机制 截至目前 潮一智库共举办高层次学术论坛 30多场次 开展传帮带项目52个 提供技术指导50多次 提出意见建议80多条 救治患者近500人 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有效治疗 在潮一智库专家的帮助下 在刚刚公布的 汕头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名单上 城海区人民医院普通外科 神经外科 儿科 妇产科 肿瘤科等五个学科上榜 目前 全市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已达七个 这两天 北京潮级博士团 北京潮人海外联议会 城海南澳分会等 又一次带着在外潮级医学专家来到城海 在医院落地北京潮级博士团 医疗专家城海工作站等项目 医院还同步于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 共建处重中心专科联盟 打造移动处重救治体系 如今 在市中心医院 由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辅助开展的手术越来越常见 医院泌尿外科开展 越东首例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肿瘤外科依托机器人 开展20多例食管癌手术 减少创伤面积 提高患者术后恢复速度 心胸外科依托机器人 灵活的腕关节 在不开胸的情况下 替代人手到深入而狭小的区域 进行精准微创治疗 截至目前 潮约智库与市中心医院的合作 已涉及14个专科 开展合作300多次 潮约智库 我们胸外科方面的专家 经常就是跟我们这边都是有联动的 一些疑难病例的会诊 一些手术指导的掩饰 我们医院就是引进了 这个达芬奇机器人之后呢 就到现在开展的 例数是有110多例 那么通过这个潮约智库和上级的这个医学专家来帮扶我们医院啊 我们医院近几年的医疗技术啊 应该说还是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使得我们目前的科研能力在越东西北非医学院秀里面我们是排名第一的 特别是在这一个幼临床试验方面呢 也得到了一个比较残足的一个发展 目前市中心医院市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以及善大医学院第一第二附属医院 附属肿瘤医院等医疗机构 均与上级高水平医院建立深度帮扶合作关系 外脑与三甲医院的强强联合 助力汕头高水平打造区域医疗高地 更好保障越东人民的健康权益 近日上头是向省卫健委报送的 潮与之库汇聚最强大脑助推区医疗高地建设 这个案例入选了2023年广东医改创新典型培育案例 那么未来三年上头将依托潮与之库雄厚的力量 统筹各重点医疗机构建设中和区域医疗中心和肿瘤 清血管 呼吸 神经和额科等五个省级专科区医疗中心 积极创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和省级临床医疗研究中心 力争到2027年 三甲医院从现有的六家增加到四家 全面提升医教研协同发展水平 加快打造上朝级都市圈医疗卫生主中心 10月16号至17号 市委宣传部举办全市宣传文化系统干部 现代化建设能力提升培训班 市委宣传部全体干部 市值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各区县委宣传部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和业务部门负责同志 街道阵宣传委员等近200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紧紧围绕 深入学习贯彻党德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全会精神 全面提高全市宣传文化系统干部 现代化建设能力 着力打造政治过硬 适应新时代要求 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宣传干部队伍 培训班以强化改革担当激发改革活力 奋力谱写汕头文化领域改革新篇章这一主题 做开班专题辅导 指导全市宣传文化战线干部 学生悟透党德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深化我是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培训班还邀请党校专家 做党德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 帮助学员加深对全会精神的理解 市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业务骨干分别围绕意识形态 精神文明建设对外宣传文化产业等 为学员上业务辅导课干货满满 帮助宣传干部理清思路提升业务水平 推动宣传线条业务工作落实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 通过这次培训 对新时代宣传文化系统干部 肩负的职责使命工作要求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对当前汕头宣传文化工作的重点任务 关键问题也有更加深入的思考 下来将推动各项宣传工作任务 在本地区本部门落地落实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汕头实践的强大动力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汕头新闻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